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东源XS30单光区水箱 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水箱的尺寸实际上是为11毫米乘以14.6毫米乘以4.2毫米 和容量为360毫升 材质采用的是透明的ABS材质所制成的 那么这款黑色的面板呢也是用ABS材质供应 采用的是超声波无缝焊接 你可以看一下 那么快拧 它的水箱采用的是J1⁴的快拧 方便用户更换各种水箱 那么主要这个水箱主要是可以用在安装油光区位上的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超声波焊接的无缝焊接 无缝焊接 超声波焊接疑似成型更加的安全 那么采用ABS材质具有优积 优异的抗冲击性和良好的耐磨性 超大容量设计 增强导热液的热容量 维持水冷系统中的恒定温度 轻巧简硬的设计 节省空间并简化安装手续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水箱的左侧有一个红色的月轮 那么它主要就是起到水流指示的作用 在水冷系统工作中 它的运转的速度可以告诉我们水冷系统是否运转正常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个水箱的右侧有五个刻度表 那么这几个刻度表呢 就是水冷液的观察窗 当你当水冷液已经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必须要添加导热液了 因为否则的话它就会烧坏水泵 影响您的水冷系统的散热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面板中央有一个东远的Syscooling的标志 在购买时呢 大家也要认清楚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上方的猪叶孔螺丝 在这里有一个第四分之一 罗文的猪叶孔螺丝 这一块有一个东远的标志 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水箱上方我们可以看到 水箱中内部的管道设计 它从这一块进来 然后把水进去 然后从这出去 非常的漂亮 那么白加黑 永远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 同时呢 标配的一点红色 非常的漂亮 我可以看到在水箱两侧 都有一个黑色的祥母 这个罗母主要是用来固定 在把水箱固定到机箱上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水箱的接口 进水管后 可以看到采用的是 这四分之一杠八的快拧 快拧连接非常的简便和快捷 好这是它的后面 好了今天的东远SXS30 当工去水箱呢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还要想了解更多的 大家可以到东远的官方网站上去了解一下